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国祥 一届野老村夫 这个宋庄呢 被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战略定为 文化艺术产业园 现在是以什么情况呢 应该说 已经逐步的兴旺 而且呢 这个逐步进入了他应有的这个角色 比如说就是微拍这一块 在那一块是有很多的这个公司 而且做的呢 都风生水起 很红火 一个是我常参与他这种活动 另外呢 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讲 可能在宋庄这块本地 就这一块 以前是24个自然村 就是那会儿叫24个大队 现在呢 又把这个徐徐庄 徐徐庄庄庄 又给并到一块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 这个京东的重镇 所以说这个文化产业园 它的面积将来也应该是很大的 我呢 应该是那儿的土著画家 那么现在据我知道 有一些名气的画家 以此彼征艳天能够养家户口 以此为职业的画家 周宝生 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是三半 这个对松庄这个花家村这个街道 整个管理的这个人呢 叫崔尚宝 也是三半 现在也去世了 现在这个 我和这个崔大白呢 还都健在 回忆起我们儿时 画家村这块 就现在是画家村 就是以前呢 我们儿时的那个状态 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的画家村 在这个24个大队 相比较 应该是属于比较贫穷的 因为什么呢 他那边的地 沙土地 冬天挂大风 那整个是白毛风啊 我们小的时候 挂的都是白毛风 实际上所谓的白毛风呢 就是挂的飞沙斗尸啊 都是那种细白沙 往往你这个走上一段路 那个嘴眼 那都是沙子 到家这条西里来出口 土地很贫瘠 而且呢 他又不挨着河 他们离朝白河是很远的 所以说呢 土地比较贫瘠 老百姓都是以土地 是吧 这是大量区 都是以这个土地为生的 所以说 当时很穷 我们一块上中学 常在就是在那个当时那块就是国防公室 堆起这个大包 现在呢里边是这个谁提的范杨提的字吧 就是里边是个艺术园区 当时那个底下那个国防公室都现在都变成了酒窍啊 艺术展览啊 都改成了艺术园区了 改成这种具备艺术功能的展示 当时我们在里边玩呢 就是点个火把 那个或者是或者是拿个销售店 到里边去玩 挺害怕 里边阴凉阴凉的 就是这种感觉 上边呢 摘的一些树 柳树居多 不是像现在这种砖落 崎嶇 非常的有艺术感 高低错落 这个亭材楼阁的这种感觉 该种花的点种花 该插柳的地上插柳 现在很好看 也很舒服 而且还有一些酒吧 餐厅 当初呢 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呢 我这个宝贝给咱们看一下 你们看 这个跟着我这是 应该是五十几年了 这应该也算老东西了 是吧 这个有五十几年的历史了 这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小的相册 当时买的时候 忘了多少钱了 应该是一块左右吧 呃 我们看一下 你看就这个就是翠档宝 是管这个市场的 已经去世有三年 三年多了 这个就是翠大白 这个是我 这是这个许海 这张照片 就是我 这个是翠大白 这是周宝生 这就是我们少年时代 这张照片呢 应该是清楚一点 这个是五 这个是翠大白 就是书记 他是26岁呢 就当了这个小铺的书记 就是这家画家村的书记 一直到现在 应该是四十年了 老书记 把这么一块贫瘠的土地 这个 生活不是很富裕的百姓 变成了现在这么一个艺术园区 像一个小城市 这也是功不可没 应该他还是北京市的老母 所以说 对文化界的贡献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也是很有头脑的 这么一位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 我那边是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是四百 我是军体委员 大白呢 应该是一个组的组长 好像是数学 好像是数学委员 这个人上学的时候很稳健 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头脑 话不多 没有那么多的废话 我们呢 当时在班里都是 热爱打篮球 也是爱运的 当时的年级比赛 六个班 年级比赛呢 我们总是拿第二瓶 大不过五班 因为这个五班 是 刑客章 刑客庄呢 他这个村里有一个线队 通线 通舟啊 线队的 这么一个篮球运动员 这个把这个 这个当时 这个刑客章 弄的就是 很多的年轻人 他有篮球场 刑客章 是最大的农村的篮球场 当时这个 非常热闹 这个 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喜欢打篮球 所以说 那个 五班呢 又有 两个主力 都是那个 这个刑客章村啊 那哥哥都是 村里边的 打篮球的这个 最优秀的那些篮球运动员 他们是在 当时的 宋光 香港 那个叫公社 是第一名 没有打得过这个刺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进敌 也是 跟五班 我们是四班 所以说 总是 屈居第二 这是没有办法 干不够 我们也是非常强悍的 这么一个队 当时 大百和我 都是 独立 打篮球 都是非常棒的 总是 输 五班 一分两分的 总是这样 也是很接近 也是非常接近的 相继 少年时期 这个 也是 感觉挺好 虽然很苦 但是呢 很乐 这个 大百呢 又有 如此大的成绩 也是 给我很 很佩服 如今呢 我是一个 知足 常乐的人 干 就干自己 喜欢干的事 从小 就喜欢 绘画 一直没有条件 想考取什么学校 那会儿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说 没毕业 就参加劳动 你家里面 没有人呐 我就喝一个 所以说呢 家里面 需要劳力 这个努力的 就得要干活 毕业就上班 所以说你想从事 说这个行业 画画 喜欢 这个 没有这个条件 喜欢画 喜欢画画 那就是 你看当初 窗户 贴窗户 每年冬天 之前呢 贴这个窗户 这个纸 你边边角角的 这个这个纸 踩下来 还有这个 这个茶叶 茶叶的纸 有红的和绿的 都是作为 绘画的材料 和认真的画 所以说 条件不具备 你想买毛笔 买颜色 那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就即便到最后上班 第一次 买虚伪的书法 那时候买的第一本 两块多钱 那真的是 做过很多的思想斗争 头脑里做过很多的思想斗争 两块多钱 两块多钱 往述哪是很难的 也就是说 机缘成熟了 改革开放以后 自己条件 允许了 对这个行业 一下子是不离不弃 每天就 笔更艳天 睡觉之前 不管是多晚 即便十二点 一点回家 也是拿起这个 可爱的笔 铺上一张纸 一定要画一张作品 或者写点字 这就是 热爱 所以说呢 这个 作为现在 我想我应该是 宋庄的 唯一的突出画家 现在呢 底更艳天 能够一时丰富 也感觉是 很知足了 现在 这个宋庄 画家村 这个 威派 他的这种功能 面对全国的这个 艺术的威派 是很多的画家 真是直起了腰杆 以前 我因为这个 我常去嘛 谈加各种活动 以前都是很惨的 这些画家 现在呢 有了这个威派堂 你送去东西 这个不管钱多钱少 都能换钱 那么我们 全国的购买力 现在也是 非常的庞大 如果说 你不参与这个威派 你不知道 他的这个销量是 很庞大 很令人吃惊的 这个 宋庄 那么多的 威派行业 这个 我们一块 大家就是 比较成功的 几个有代表性的 这个 威派的老板 我们一块 聊天 略微算一下 这个宋庄 每天的成交 应该说 八百万 一千万之间 这是一个常态 但是呢 它是面对 全国 这个画家的画 又来又去 每天的那块的 那个 快递 应该是 非常繁忙的 把那个快递行业 也带着是 非常的红果 每天很盲目 那么现在 说起来 这种红果 你看 这个 我们的同学 他们两个人 就是赞扮 一个是保生 一个是长保 这两个人 都已经去世 三四年了 已经走了 这个 现在 它这分 东区和西区 东区吧 应该是 东区的福德人 应该是 吹星海 它是 一半 当时我们 宋传儿中学 我们这一个集 是六个半 吹光海 这个光海呢 是一半 现在依然负责呢 这个 画家村的东区 这方面的业务管理 当时 都是偏偏少年 现在呢 都 已经 过了一个家子了 都六十多岁了 现在都六十多岁了 依然 当书记的 还是当书记 是吧 画画的 还依然从事的这个画画 各忙各的事情 想起来 是 有些感慨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我 这 这 我们 都 在这 都 我们 也 我 做了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